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質量 80公斤的閃兵 80公斤的閃兵 在10克T等於零食 從飛機上這樣掉下來 從停留在空中定點的直升機上自由落下 比如說從這裡自由落下 此時飛機離地高約1萬公尺 這個飛機也就是這個人 離地大概是10個4次彎 約1萬公尺 在落地的第25秒的時候 這個時候它打開降落傘 然後開始減速 從一開始到第25秒的時候 它是加速向下的 速率越來越大加速向下 在25秒它把閃打開以後就有阻力了 有阻力的話它速率開始減少 減少到第79秒的時候 它的速率等於多少呢 由圖上看的話 到79秒的時候剩下4.5公尺每秒 然後往後3秒 然後往後3秒 它是等速的 在第812秒的時候 著地 著地以後速度就等於0 那麼他們說 夏類各物理量的數值 核子湊 它的重力焦度 是10公尺每秒 沒有 我們現在來看A選項 A選項它說 0到25秒期間 磁閃、冰座等加速運動 這個對了 因為它是那個結線 斜力就是它的加速度 直線斜力是固定的 代表它加速度是固定的 然後它說它的加速度 加速度是多少呢 加速度就是這一條直線斜力 就是250 250 除以多少 你除以25 所以是10公尺 每秒 所以這個選項是對的 它選錯了 所以這不要選 這樣看A選項 在落下的過程中 磁閃、冰 所具有的最大動能 為2.5公尺 2.5乘以10 六次方焦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知道那個動能 動能是等於 2分之1mv平號碼 那你速度越大的話 它動能越大 因為質量是固定的 什麼時候速度最大呢 25秒的時候 它速度是250 其他地方的話 速度都比250小 所以你就把250帶進去嘛 所以是2分之1 乘以80 再乘以多少 250 250的平方 250乘以250 好 這是40 那4乘以25 剛好是100 所以這兩個乘起來的話 那是多少 是100 那乘以多少 多兩個0 乘以10的平方 這就10的4次方了 好 那10的6次方 所以是2.5乘以10的多少 12吧 這裡是2次方 這裡4次方 所以是6次方 6次方焦 2.5乘以10 6次方焦 所以B選項是對的 這樣看呢 C選項 此閃兵從直升基落下到地面 其重力未能 約減少10的7次方焦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來看 因為它高度 約是等於1萬公尺 它高度可以從這個土上面算 就土形底下的面積嘛 我有算過 是等於1萬010公尺 跟1萬公尺差不多 好 那麼它的重力未能 減少多少 重力未能 重力未能的話呢 就從高空到那個地面 所以它的ΔU 減少多少呢 減少那個MTH 減少這麼多 好 這其實要加個負荷 負荷代表減少 不過我們已經說減少了 就取決類值就好 M是80 乘以10 乘以10 乘以10的4次方 所以是8乘以10的6次方焦 如果你取數量幾的話 是差不多啦 不過的話呢 不過的話 所以你下一個答案的話 還要再稍微算一下 下一個答案也是正確啦 這些都是正確的 這C的話呢 是約略啦 那我們看看那個D選項 這個 這個呢 是 損失的未能是8乘以10的6次方 跟這個有一點差距 這樣看D啦 從開始落下到第25秒末 重力對此閃兵做工多少 從什麼呢 從開始到第25秒末 它那個 這個 閃兵下降多少公尺啊 下降呢 這塊面積 就是ΔH下降多少呢 25嘛 就底是25 乘以高 250嘛 底 底乘高除以2 下降這麼多嘛 所以它那個 未能呢 減少多少 未能減少Mz呢 ΔH M是80 Z的話是10 ΔH的話是1 2分之1 再乘以25 乘以250 這約掉 這是40嘛 好 那40呢 400 乘以25的話 這個多少呢 4乘以25是100 所以是10的話 100 再乘以100 就等於10的四次方了 4乘以25是100 那100再加兩個0 就死了四次方 所以這個多少 這個是2.5乘以10的六次方 所以這個的話 這個選項是 是完全對的 這個應該這樣講 它是問做工啦 那做工的話 它重力的方向 重力的方向是Mz往下 然後它位移的方向也是往下 所以是F 那乘以那個距離 那乘以那個距離嘛 就MzH 這應該寫成工啦 工的話就是F嘛 那乘以那個位移 位移就是h 等於2.5乘以10的六次方 所以這個是很準的 只有這個不準 這個差多少呢 差那個2乘以10的NF 六次方交 所以C選項不對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C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C 謝謝 謝謝